強哥,我們剛從曬牆回來 拿了這麼多的漂亮的陳皮 這些當然不是曬牆那些 這些已經放在肝瘡裡面 存放了六年的陳皮 六年這麼長的時間 那它就一定很純香 這些就是來自於新匯核心產區 產出的六年的陳皮 所以聞起來跟新鮮宅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特別特別純香 沒錯,它的純厚味 現在用來沖茶也好 煲糖水也好 特別用來燉湯 完全是兩回事 這麼漂亮的新匯陳皮 不僅我們有得嘗 你們也有得嘗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在這裡找的 賓會的核心產區產出的陳皮 看看,包裝很漂亮 自用送禮也非常好 對,你看看 有一個精型剔透的玻璃館 裝著 這一罐是150克一罐 一罐都是268元 這個非常漂亮 你用來送禮也非常體面 自己喝也可以 這麼漂亮的陳皮 我們打算用來做甚麼好東西 現在是秋風起 適宜燉老鴨湯 很好 很香,聞到一口 從新匯的陳皮來說 它在儲存的過程中 它的內郎是不斷脫落的 那這些是否已經脫落了很多 對,所以我們看到它的油膝 一粒一點點一點 其實這個裡面包含著 就是揮發油 這種揮發油 這種揮發油 經過氧化長時間的存放 它的甘油和黃銅類 就起到一個變化 就是越來越醇 明白了 那我們今天要用這個陳皮 要煮一個甚麼菜 我們廣東人最喜歡陳皮燉老鴨 煮湯嗎?很棒 一定是 那陳皮要怎樣煮 是否整隻放下去就可以了 首先浸泡它 還有洗乾淨它 然後我們把它撕開之後 裡面的浪多的話 我們也會刮一刮它 刮了浪出來的味道會怎樣 因為浪一煮起來 它會有點綿 令湯不漂亮 所以我們輕輕地把浪刮它 我們今天準備了五、六個人的份量 所以放了一隻陳皮 然後將鴨、雞腳和這些龍骨 飛過水之後 全部放進去 最後來說 將石頭和薑放進去 加水 加水 那我們要燉多久呢 我們也有說熬三燉死 四個小時 那燉久一點會更濃郁一點 很香 你嘗嘗這個陳皮水鴨湯 對,燉了幾個小時 你看湯色多清 先嘗嘗 很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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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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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